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原定于8月15号迎来新生入学报道 并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 新生国防与入学教育 但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 华府将开学返校日 调整为8月31日 但这个日子也是初定 具体情况还要看 疫情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入校教育我们是肯定是开学初搞 我们现在基本上定是 9月1号到3号是入校教育 但是军训能不能二者合一 就不一定了 军训是需要56个学士 因为我们还是要属地的要求 是得要9月份开学以后 甚至往后再组织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市第89中97中 预言中学 天河外国语学校等 也都陆续发布军训延期的通知 不少学校也将新生注册 放在网上进行 记者了解到 学生在返校时 除了会查验健康码 和形成码之外 不少学校会要求学生 提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 假期未按时完成接种的学生 学校会安排及时补种 与中学提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不同 根据中山大学 济南大学 广州大学等多所学校发出的最新通知 省内学生返校要持有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才能入校 而省外学生申请返校后 需要持有当地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出行 并且在抵月后 第一时间在抵达的火车站 机场或者校外进行核酸检测 包括省外自驾车抵达的返校学生 学生在申请返校时 不仅要填报自己的健康信息 就连同住的家人 学校也要求填报 就从疫情刚开始 大概去年的时候就每天都要健康申报了 就是包括你家里人有没有不是啊 这些都会有 就比较全面的 回到之前我们就有个健康的级别 不光是不要说你是绿马 你没有去 那么你的家人呢 你家人是不是黄马呢 家人是黄马 对不起 你也不能出来 还要求进校的时候 嫌不要进行什么跨班的聚会性的活动 宿舍之间也不要跨班 然后我们马上就组织全校的核酸检测 对仍处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 学校已经做好了线上教学的预案 低风险地区学生返校后 学校将坚持非必要不出门的原则 加强校园管理 全力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学校园医生返校